他是梁山上最神秘的人 此人堪称梁山第一强者 却无人知晓他的来历 全书中出现的次数寥寥无几 但每一次出现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入云龙公孙圣 那么他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呢 公孙圣是冀州九宫县人士 自幼好奇相报 百二仙山子须关罗真人为师 道号一清先生 学得一身道书 能呼风唤雨 驾无腾云 人称入云龙 从这段介绍可以看出 公孙圣是一个术法双修的全才 不仅武术不错 更重要的是他会倒数 是一个修仙者 这就直接跟其他舞者拉开了层次 他刚出场的时候 就是听说梁中书要给蔡京送生陈刚 他觉得这是一笔不易之财 所以找朝盖合作 准备结了这车财富 结生陈刚的七个人力 其他六人可能是眼红这笔财富才动手的 但是公孙圣绝对是出于正义 因为公孙圣的家庭条件很好 并且自己是出家人 消费也很低 根本用不到这些钱 公孙圣的家庭条件好 可以从三方面看出来 第一 古代有一种说法 叫做穷文富武 真正的功夫 都是需要找名师教授 并且需要药材打熬身体 书中学武的世界 卢俊一等人 无意不是富家子弟 公孙圣能在小时候就败事学义 明显是有钱人家子弟 第二点 宋江让公孙圣去接老母来梁山的时候 公孙圣推辞说 家里自有田产山庄 老母自能料理 注意 这里说的不只有田产 甚至还有山庄 这说明他们家真的不是一般的有钱 第三点 公孙圣在老家的时候 经常会炼制丹药 这炼丹可不是什么人都玩得起的 但是那些珍贵的药材 就够让一般富户破产了 所以从公孙圣不缺钱 但是非要结生辰刚来看 他是一个正义感十足的人 这也为他之后 跟梁山分道扬镳埋下了伏笔 劫富济贫 正义感极强的人 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性格暴躁 公孙圣也不例外 在他准备去找朝盖合作的时候 朝盖的家丁以为他是来化缘的 给了他点米饭就要打发他走 真可谓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于是公孙圣直接报警 将朝盖的十几个庄客都给揍了 这可以看出 就算公孙圣不用法术 他的武艺水平也绝对不弱 不过真正让所有人敬畏公孙圣的 还得从朝盖逃脱 何涛追捕的那段说起 何涛抓住白盛 逼问出了解夺生辰刚的主谋 于是马上带兵前来抓捕朝盖七人 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兵 其他六人一筹莫展 只有公孙圣汹有成主 直接说了一句看频道本事 然后公孙圣就开启了无双模式 他在众人面前施展了自己超强的法术能力 用法术招来狂风 瞬间引发汹汹火势 将前来抓捕的何涛祭拜 烧掉了所有的官府战船 一行人顺利逃脱 从这里可以看出 公孙圣的道法是十分高深的 不是那些半调子出家人可以比拟的 这也让从未见过修道者的朝盖几人十分敬重 那么公孙圣之后还有什么事迹 让他成为梁山第一强者 他又为什么离开梁山呢 他是梁山上最神秘的人 此人堪称梁山第一强者 却无人知晓他的来历 全书中出现的次数寥寥无几 但每一次出现都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入云龙公孙圣 那么他的来历到底是什么呢 公孙圣作为一个法师 在使用倒数帮朝盖等人逃脱官兵追捕后 就跟着朝盖上了梁山 这时候梁山的老大还是王伦 他见到朝盖后 害自己的位置被抢走了 因此挤队朝盖气人 于是无用定计 刺激林冲火兵了王伦 在这次火兵中 公孙圣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在林冲怒气上冲的时候 贾一却说 实则供货 让林冲更加怒不可遏 最终杀死了王伦 在排定作词的 林冲让公孙圣做了第三把交椅 位置还在自己之上 并且给出的说辞 也让人无可辩驳 书中的原文是 公孙圣名闻江湖 善能用兵 有鬼神不测之计 呼风唤雨之法 谁能急的 林冲这样一个武艺高强的人 也对公孙圣这样的法师忌惮不已 这就能看出公孙圣厉害的地方 不过公孙圣作为出家人 行走江湖的时候 虽然脾气火火 但是最多就是把人打伤 一般情况下不会打开杀戒的 这就决定了 他在梁山征战的时候 不会出太大的力气 想想也是 你一个修仙的人 去欺负恋武的人 甚至都没什么武艺的普通人 说出去多丢人 修仙圈还混不混了 他仅有的几次出手 也是因为对方也是修仙圈的人 让我们看一下他出手的情况 他对付的第一个人是高连 这人是高球的侄子 会使用妖术 也不是个好惹的主 不过公孙圣在跟高连交手之前 也完成了一次进化 他的师父罗真仁 教授了他五雷正法 这玩意是一切妖术的克星 当公孙圣赶到高唐州的时候 正好看到高连施法 一个人压制整个梁山 于是直接使出了五雷正法 跟高连斗在了一起 高连不是公孙圣对手 欲要驾云逃走 结果被公孙圣用法术 从云中打落 最终被雷横砍死 梁山君得以攻破高唐州 之后他用法术 叫下了同为法师的几个人 包括樊瑞 乔道卿 以及金剑先手李柱 这其中 樊瑞和乔道卿法术水平一般 不值得说太多 但是这个金剑先生李柱就厉害了 李柱跟公孙圣一样 也是术法双修 不仅会法术 剑术也是天下一绝 他的非剑之术 十几个回合 就将水湖武力天花板 卢俊逸打得狼狈不堪 抵挡不住 要不是公孙圣出手 用术法战胜了李柱 恐怕卢俊逸早就隐恨细为了 从这也可以说明 如果公孙圣愿意的话 卢俊逸在他手下 根本走不了几个回合 就会被公孙圣所杀 所以公孙圣是梁山第一人 实至名归 那么公孙圣为什么要离开梁山呢 这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因为他受到了宋江的排挤 宋江上山后就开始暗中架工朝盖 公孙圣是看在眼里的 尤其是之后 宋江假借九天玄女赐天树 开始宣扬自己才是修仙圈扛靶子 这直接给公孙圣整不回了 其次就是梁山在宋江上山后的所作所为 已经跟行侠仗义没有关系了 再加上公孙圣的暴脾气 你这么牛 那你来啊 也不伺候了 于是直接下山回老家了 后来宋江遇到高连 直接被打脸 最后不得不厚着脸蹄去请公孙圣回来 公孙圣看到宋江这鸟人来请自己 本来是不打算去的 但是考虑到梁山还有好兄弟 加上能打宋江的脸 最终还是去了 他的第二次离开 是在梁山讨伐方拉之前 他的师父罗真人已经给过他暗示了 他也洞悉了梁山的结局 于是离开梁山 毕竟在宋江的带领下 梁山的结局已经注定了